大家好,春天要经常给家人做山药,但是很多小朋友不喜欢山药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好吃的新做法 不炒也不用断,咬一口特别的开胃 做这道菜,咱们要选用这种铁棍山药 它的含水量少,而且营养丰富 先把外皮去掉,然后放它满上切成长段 切好之后,盛到一个大盆中 分次撒上适量的玉米淀粉,没撒一些就用淀盆的方法淀匀 最后能让每根山药表面都裹上一层薄薄的粉 而且谁也不蘸谁的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盛到一个照例里面 抖动几下,去掉表面没有蘸老骨的淀粉,放到一边备用 再来调一份待会用的灵魂料汁 这个料汁也是这道菜好吃的关键 碗中加入两勺白糖,两勺番茄沙丝 少放一丁点食盐,可以让甜味更加突出 两勺香醋,一勺生抽提鲜 再加入两勺温开水 多搅拌一会儿,让里面的调料完全化开备用 热锅加入足量的食用油 掀开大火,把油温升上去 感觉差不多的时候,你可以用筷子试一下 放进去以后,周围能出现密集的小泡 说明油温真好 再把处理好的山药下过来炸 如果你做的比较多,也可以分两次来 刚下过,先不要搅动 等它表面的淀粉定行了以后 再轻用筷子搅拌 这样可以防止淀粉掉落在锅里 把油弄得很浑浊 整个过程保持小火 一直把山药炸到表面金黄色 用筷子轻轻就能穿透的状态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先捞出来控油,装盘备用 锅里少留点底油 倒入刚才调的灵魂料汁 用中火把汤汁给烧开 然后转小火熬一会儿 中间要请铲子搅动 一直把料汁加到这种有些粘稠的状态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炸好的山药重新下锅 快速翻卖均匀 让表面都能沾上一层料汁 最后撒点黑白熟芝麻 简单翻卖几下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样做的糖醋山药入口鲜香绵软 酸酸甜甜的特别开胃 平时也可以当成一道不错的小甜点 上手以后大人孩子都爱吃 喜欢的话快把视频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我是大飞 感谢您的观看